老板 给你买了点吃的 放在茶席区的冰箱里了 你去拿一下 我做的标记 你一眼就能认住 来 来 喂 喂 东西是我让安安买的 我就是跟他说 多买一点点 你不是买了一点儿 你买太多了 现在整个冰箱都塞满了 那你就多吃一点啊 吃不了也没关系 分给其他大运工 谁那么霸道呀 冰箱可是大家的 哎 不好意思 那个 这个你拿着 这是我买的 不给大家一起吃 下次绕绕东西 那没事了 听说夏浅来咱们公司上班了呀 是 其他几个股东的决议 大家把手头的工作先停一下 这位是陈曼慧小姐 暂时由她担任副经理的职位 大家热烈欢迎 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 这边请 夏浅姐 这是你的工位 你先熟悉一下环境 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这位又是哪位呀 王静怡也这么身重 她爸是明成集团的副总经理 而且她还是咱们盛总妹妹的费司 好吗 好 我去 陈曼慧小姐 这个伞统 沈总 不好意思 你的文件 还叫我盛总 指甲分手 有必要装得这么像吗 这可不行 中午得找个机会见他一面 他跟盛总分手了 上个星期的事了 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呀 不知道啊 那你别跟别人说啊 要不然他们还以为是我 故意说出去的 你放心吧 我从来不八卦的 走了 夏组长跟盛总分手了 真的 他们俩分手了 亏我之前还对他那么客气 真是浪费表情 他真太虚伪了 以后这种人还是理解距离了 不是 你这什么色号呀 超级现白的 真的吗 嗯 对啊 真好看 我家里还有一只 明天给你带 那都不好意思呀 这个超级贵 这个超级贵 没有了 就很平常的东西 真羡慕你 我们都买不到 漂亮 看好高级 你说 你看那桌子上 这些都好喜欢 对啊 我们手手能买到呀 你这个把子是 这个超级贵的 这个超级贵的 也就一般贵了 这些是新的呢 你们这些消耗高级 我们手手能买到呀 这些什么都有 你看那个我也想要 那个 哪个 你看这个化妆水 看着就很高级 抱歉啊 东西都是我的 我想带过来 分给大家一起吃的 夏组长要吃点吗 不用 谢谢啊 我自己带着便当的 便当 我放的时候 没有看见里面有便当啊 是这个吗 对啊 谁给我放这儿的呀 我早上放的时候 他就在这儿了 这 不会放坏了吧 应该不会坏 这个项目套话啊 谁写的 是A组组长夏浅 把他给我叫过来 快 好好 我马上就 其中 vão Viv maximize 襖组长 盛总找你 等会儿行吗 晚点吃完饭哪 先别吃了 等会儿再吃 行行 行 盛总 盛总 夏组长到了 冯经理 冯经理 夏浅写的酒店应用程式的项目策划书 好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盛总正在大发雷霆了 一个项目策划书你都写不好啊 干什么事的 你不要以为 派引部办成品的项目 做了一点业绩 你就在长盛站毁了脚跟 可以费言了事 我告诉你 我随时可以撤销你的职务 你知不知道 吃 吃 问得怎么样 好吃 妈 吃 咱们有的是时间 急什么 我是应该喊两声啊 盛总 我知道我都问题了 我会改进的 这件事发了多大火呀 我倒是看了他的这个策划书 好像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盛总为什么这么不满 我觉得呀 这就是感情破裂 盛总呢 怀恨在心呗 故意表难 你有些道理 这样啊 项目凑话说 重新做一半 另外 加一份五千字的检口 如果还有下一回 我肯定开了你 又开我 五千字 过分了吧 八千 怎么样 吃吧 好的 盛总 我知道了